《三国演义》 第120回 建杜玉 老将献新谋 祥孙好 三分归一统 幽兔笑谈 制作 却说 吴主孙修 闻司马言以篡位 指其必将乏吴 忧虑成吉 卧床不起 乃召丞相濮阳兴入宫中 令太子孙万出败 吴主把心臂 手指弯而阻 行出与群臣商议 欲立太子孙万为君 左典君万语曰 万又不能专政 不若取吴城侯孙好立志 左将军张布已曰 好才时明断 堪为帝王 丞相濮阳兴不能绝 入奏朱太后 太后曰 吴寡妇仁耳 安知社稷之事 清等斟酌立之日 可也 兴遂迎好为君 浩子福宗 大帝孙全太子孙和之子也 当年七月 即皇帝位 改元为元兴元年 封太子孙万为豫章王 追世父和维闻皇帝 尊母和氏为太后 加定奉为左右大司马 四年改为甘露元年 浩兄抱日慎 酷逆酒色 宠幸中常识曾魂 濮阳姓 张布建枝 浩怒斩二人 灭其三族 尤氏亭臣监口 不敢再建 又改保顶元年 以陆凯万玉为左右成相 十号居武昌 扬州百姓肃流共济 甚苦之 又奢侈无度 公私匮乏 陆凯尚书建曰 仅无灾而民命禁 吾为而国财功 臣妾痛之 西汉世纪衰 三家鼎立 仅曹流失道 皆为尽有 此目前之名宴也 臣于但为陛下 西国家儿 武昌土城险集 非王者之都 血同瑶云 宁饮建叶水 不识武昌于 宁环建叶死 不止武昌居 此族名民心 与天意也 经国无一年之序 有路根之鉴 官吏为科绕 莫之获絮 大帝始 后宫女不满百 景帝以来 乃有千数 此耗财之甚者也 又左右皆非其人 群党相邪 害忠隐贤 此皆渡政 并您者也 愿陛下省百亿 罢科扰 剪出功女 清选百官 则天悦民父 而国安矣 孰奏 郝奏 郝伯悦 有大兴土木 做昭明宫 令文五个官入山彩墓 又召树士上广 令世事问取天下之事 上对岳 陛下誓得吉兆 庚子碎 清盖 当如洛阳 郝大喜 为忠书承华和约 先帝纳清之言 分头命江 岩江一带 屯树百银 命卯将丁凤总之 真欲肩并汉土 以为蜀主复仇 当取何地为先 何见岳 今成都不守 社稷清崩 司马岩必有吞吾至心 陛下宜休得以安无民 乃为上纪 若强动兵甲 正由匹马救火 避至自焚也 愿陛下查之 好大怒曰 朕欲成时恢复就业 辱出此不利之言 若不看辱旧臣之面 斩首号令 赤武士推出殿门 花河出朝探曰 可惜锦绣江山 不久属于他人矣 遂隐居不出 于是号令震东将军陆炕 步兵屯江口 以图襄阳 早有消息暴露洛阳 近臣报之禁主司马岩 禁主文部抗口襄阳 与众官商议 甲冲出班走约 臣文吴国孙浩 不休德政 专行吴道 陛下可赵都督阳护率兵俱之 此起国中有变 成时攻渠 东吴返掌可得也 言大喜 即将赵前使到襄阳 宣遇阳护 虎奉赵 整点军马 预备迎帝 此时阳护镇守襄阳 甚得军民之心 无人有祥而欲去者皆听之 捡数罗之族 用以肯田八百余请 其出道时 均无百日之粮 即至来年 军中有十年之姬 护载军 尝着青球 挤宽带 布匹铠甲 仗前示威者 不过十余人 一日 不将入仗禀护约 少马来报无兵皆懈怠 可称其无备而席之 必获大胜 胡笑曰 辱众人小去路抗夜 此人足之多谋 日前无主命之公把西陵 斩了不产及其将士数十人 无救之无疾 此人为将 我等只可自守 后其内有变方可图取 若不审时事而清尽 此取败之道也 众将福其论 只自守疆界而已 一日 杨户引诸将打猎 正值路抗一出猎 杨户下令 我军不许过戒 众将得令 只于禁地打围 不犯无尽 路抗望见 探曰 杨将军兵有纪律 不可犯也 日晚各退 胡归至军中 查问所得秦寿 被无人仙摄商者 接送还 无人接约 来报路抗 抗召来人入 问曰 如主帅能饮酒否 来人答曰 必得家酿则饮之 抗笑曰 吾有斗酒 藏之久矣 今赴予辱吃去 拜上都度 此酒路某亲酿自饮者 特封一勺 以表昨日出列之情 来人领诺 携酒而去 左右问抗曰 将军以酒与彼 有何主意 抗曰 彼既失德于我 我岂得无以仇知 众皆愕然 雪说 来人回见杨虎 以抗所问 并奉酒事 以依陈告 虎笑曰 彼之无能隐忽 遂命开胡取饮 护将陈元曰 其中恐有奸诈 都度且一慢饮 呼笑曰 抗非独人者也 不必一律 敬轻胡饮之 此事使人通奔 长相往来 一日抗遣人后护 虎问曰 陆将军安否 来人曰 主帅卧病数日未出 护曰 六笔之病 与我相同 无以何成熟药在此 可送于福之 来人持药回见抗 众将曰 阳护乃是无敌也 此药必非良药 抗曰 其有震人阳书子哉 如众人物疑 遂福之 此日病欲 众将皆拜贺 抗曰 比赚以德 我赚以报 是比将不战而服我也 今一个宝将界而已 无求细理 众将领命 虎报无竹前使来道 抗接入问之 十月 天子传玉将军 坐吉进兵 勿使禁人先入 抗曰 如先回 无遂有书章上奏 使人辞去 抗吉草书遣人 击到剑夜 近尘城上 好拆棺其书 书中备言禁畏可罚之状 且劝乌主修得慎罚 以安慰为念 不当以独武为室 乌主揽毕 大怒曰 朕文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 今果然矣 虽前使霸气兵权 降为司马 却命左将军孙继带领其军 群臣皆不敢见 乌主浩子改元剑横 指凤凰元年 自以妄为 雄兵屯树 上下无不结怨 丞相万裕 将军刘平 大司农楼玄三人 见好无道 直言苦见 皆被所杀 前后十余年 杀忠臣四十余人 浩出入常代铁骑五万 群臣恐怖 莫敢奈何 却说 杨户文路抗霸兵 孙昊失德 见无有可乘之机 乃作表遣人 往洛阳请伐五 齐略月 父亲运虽由天所授 而工业必因人而成 仅江淮之险 不如剑阁孙昊之暴 过于流善 无人之困 甚于巴蜀 而大进兵力 剩于往十 不于此际平一四海 而更祖兵相守 使天下困于争术 经历盛衰 不能长久也 司马延官表 大习 辩令兴师 甲冲 循序 逢唇三人 利言不可 言因此不兴 虎闻上不允其请 探曰 天下不如意者 十长八九 今天于不取 岂不大可惜在 至贤宁四年 阳户入朝 奏此归乡养兵 言文曰 兴有何安邦之策 已交寡人 虎曰 孙昊暴虐已慎 于今可不战而克 若曰不幸而莫 更立贤君 则无非陛下所能得也 言大吴曰 清今便提兵往伐 若何 虎曰 臣年老多病 不堪当辞任 陛下另选智勇之事 可也 遂辞言而归 是年十一月 阳户病危 司马延车家 亲临起家问安 言至卧榻前 护下泪曰 臣万死不能报陛下也 言亦弃曰 朕毁不能用轻乏无之事 今日谁可寄清之至 护寒慰而言曰 臣死已 不敢不进于城 幼将军不予可认 若欲乏无 须当用之 言曰 举善见贤乃美事也 清和贱人于朝 即自焚其奏稿 不令人之业 护曰 拜官公朝 谢恩斯门 臣所不群也 言弃而亡 言大哭回宫 赤赠太父聚贫侯 南州百姓文阳护死 罢氏而哭 江南首边将士 一节哭泣 襄阳人似乎存日 常游于县山 遂见庙立碑 四十几支 往来人见其碑文者 无不留涕 故名为堕垒碑 后人有诗探阅 小日登陵 赶尘 古碑凌落 谢山春 松坚残路 贫贫低 已是当年 多 累人 禁王以阳护之言 拜杜玉为镇南大将军 诸读荆州市 杜玉为人 老成炼达 好学不倦 醉喜读左秋名 春秋传 左卧长自协 每出入避使人池 左传于马前 识人未知 左传匹 急奉进主之命 在襄阳抚民养兵 准备伐吾 此时吴国钉凤 陆亢皆死 吴主浩美燕群臣 皆令审罪 又指黄门王十人 为鸠弹官 燕霸之后 各奏过尸 又犯者或包其面 或凿其眼 尤氏国人大据 近一周次 始王郡上 书请伐吾 其书曰 孙昊荒淫凶逆 疑速征伐 若一旦好死 更立贤君 则张敌也 臣造传七年 日有朽败 臣年七时 死亡无日 三者一乖 则难途已 愿陛下无师事迹 禁诸揽书 遂与群臣一约 王公之论 与杨都督暗和 朕一决矣 始终亡魂奏约 陈文孙昊玉北上 君吾已皆整备 声势正盛 南语争锋 更迟一年 以戴漆皮 方可成功 錦王一齐奏 乃将召指兵莫洞 退入后宫 与秘书丞相张华为起消遣 近臣奏兵亭有表道 尽主开释之 乃渡于表也 表掠云 王者 扬护不驳谋于朝臣 而密语陛下计 故令朝臣多一同之意 凡事当以利害相效 渡此举之力 始有八九 而其害止于无功耳 自秋以来 讨贼之行坡路 今若终止 孙昊恐怖 喜都武昌 婉秀江南诸城 千祈民居 城不可攻 也无所掠 则明年之际亦无己矣 近竹兰表才罢 张华突然而起 推却齐平 联手奏曰 陛下圣武 国父名强 无主吟乐 名忧国弼 今若讨之 可不劳而定 愿勿以为矣 禁竹曰 清延洞见利害 朕赴何以 集出声殿 命朕南大将军杜玉为大都督 引兵十万出江陵 朕东大将军狼牙王司马 咒出出中 朕东大将军王魂出横江 建威将军王荣出武昌 平南将军胡奋出下口 各引兵五万 皆听御调用 又遣龙襄将军王骏 广武将军唐滨 浮江东下 水陆兵二十余万 战船数万艘 又令冠军将军杨绩 出屯襄阳 截至诸禄人马 早有消息暴露东吴 吴主号大京 急召丞相张替 司徒何职 司空腾修 即以退兵之策 替奏曰 可令车记将军武颜为都督 进兵将军 迎敌杜狱 票计将军孙心 进兵聚下口等处军马 臣敢为将 率领左将军沈盈 右将军诸葛亮 引兵十万 出屯牛主 借引诸禄军马 浩从之 随令张替引兵去了 浩退入后宫 面有忧色 姓陈中常侍曾昏问其故 浩曰 进兵大志 诸禄已有兵营之 正乃王军率兵数万 战传齐备 顺流而下 齐风甚锐 朕因此幽也 婚曰 陈有一计 令王军之舟 借为积焚矣 好大喜 遂问其计 曾昏奏曰曰 江南多铁 可打连环锁百余条 长数百丈 每环重二三十斤 于岩浆仅 仅要去除横截之 再造铁锥数万 长丈鱼 置于水中 若进船乘风而来 逢锥则破 岂能渡江也 好大喜 船令波降公于江边连夜造成铁锁 铁锥设立停荡 却说 近都渡渡渡渝 兵出江岭 令崖将周旨 引水手八百年 乘小舟暗渡长江 夜袭乐乡 多利旌旗于山林之处 日则放炮雷鼓 夜则各出举火 直领令引重渡江 浮于八山 次日 杜狱领大军水路并进 前哨报道 吴主前五岩出陆路 陆井出水路 孙兴为先锋三路来迎 杜狱引兵前进 孙兴传早到 两兵出交 杜狱便退 新引兵上岸 一里追时不到二十里 一声炮响 四面进兵大志 吴兵击毁 杜狱成事掩杀 吴兵死者 不计其数 孙兴奔到城边 周旨八百军混杂于中 就乘上举火 新大经约 北来诸军乃非杜江也 急欲退时 被周旨大喝一声 斩于马下 陆井在船上 望见江南岸上一片火起 八山上风飘出一面大旗 尚书晋阵南大将军杜狱 陆井大经 于上岸逃命 被晋将章上马道斩之 五颜见各军接拜 乃弃乞成走 被伏兵捉住 覆见杜狱 于曰 留之无用 斥令武士斩之 遂得江陵 于是元乡一带 直抵黄州诸郡 首令皆望 风机印而降 于令人持节安抚 修毫无犯 遂禁兵功武昌 武昌一响 杜狱军为大振 遂大会诸将 共一曲建业之策 胡奋约百年之寇 未可禁服 放尽春水范掌 难以久住 可似来春更为大举 于曰 西岳亦几席一战 而并强其 谨兵为大振 如破竹之势 术劫之后 解迎刃而解 无附有着手处也 遂持袭迂会诸将 一起进兵 攻取建业 石龙湘将军王俊帅 水兵顺流而下 前少报说 无人造铁锁 沿江横结 又以铁锥置于水中为准备 俊大孝 遂造大罚树士方 尚赴草为人 披甲执杖 立于周围顺水放下 无兵见之 以为活人 逛风先走 暗追着罚 进蹄而去 又于罚上做火炬 长矢于杖 大矢于为 以麻油灌之 但于铁锁 燃锯烧之 须于阶段 两路从大江而来 所到之处 无不克胜 却说 东吴丞相张替 令左将军沈盈 右将军诸葛亮 来迎进兵 盈魏亮曰 上流诸军不作提防 无料进军必至此 以晋力以敌之 若兴得胜 江南自安 今渡江与战 不幸而败 则大势去矣 亮曰 公言是也 言未必 人暴进兵顺流而下 势不可挡 二人大惊 荒来见张替商议 亮未替曰 东吴威矣 何不顿去 替锤契曰 吴智江王 贤于共之 今若君臣皆祥 无一人死于国难 不亦辱乎 朱格亮一垂气而去 张替与沈盈挥兵抵敌 进兵一期为止 周知首先杀入无营 张替都奋力搏战 死于乱军之中 沈盈被周知所杀 吴兵四散败走 后人有诗赞张替曰 杜鱼巴山 剑打旗 江东张替 死 忠诗 以天王气 南中晋 不忍偷生 父 所知 却说 晋盯克了牛主 深入无境 王骏遣人持报结音 晋主言文之大喜 甲冲奏曰 吴兵久牢余外 不服水土 必生疾病 以赵军还 再作厚土 张华曰 今大兵已入其朝 无人胆落 不出一月 孙昊必勤矣 若清赵还 乾功尽费 臣可惜也 晋主为吉英 甲冲赤华曰 如不省天时地利 与妄妖功勋 困闭士族 虽斩辱不足以泄天下 言曰 此是朕义 化诞与朕同耳 何必争辩 忽报杜玉池表道 今主是表 一言一即进兵之意 今主 遂不负疑 静下征进之命 王军等奉了禁主之命 水路并进 风雷鼓动 无人望起而响 吴主浩文之 大惊失色 诸臣告曰 北丁日进 江南军民不战而响 将如知和 好曰 何故不战 众对曰 今日之祸 解曾婚之罪 请陛下诛之 臣等出城决议死战 好曰 良意中贵 何能误国 众大叫曰 陛下岂不见蜀之皇浩虎 遂不待无主之命 以其拥入宫中 遂歌曾婚 生诞其肉 陶郡奏曰 陈岭 陈岭战船揭 远得二万兵城大船一战 自足破支 好从其言 遂波与林诸君 与陶郡上流迎帝 前将军张相 帅水兵下江营底 二人步兵正行 不想西北风大起 无兵旗帜 皆不能力 尽到数余洲中 兵族不肯下船 四散奔走 只有张相 数十军带帝 却说 晋将王郡 扬帆而行 过三山 周十曰 风波甚急 船不能行 且待风势少兮行之 郡大怒 马剑士之约 吴露下欲取石头城 何言助业 遂肋骨大尽 吴将张相尹从军请降 郡曰 若是真降 便为前不立功 相回本船 直至石头城下 叫开城门 接入禁兵 孙昊文禁兵入城 欲自稳 忠书令狐冲 光陆勋薛颖奏曰 陛下何不孝安月公 刘善护 好从之 以余衬自负 率诸文武 以王郡军前归降 郡是其父 焚其衬 以王礼代之 唐人有诗探曰 王郡楼船 下义舟 金陵王器 黯然收 千寻铁锁 沉江底 一片响帆 出石头 人是几回 商网失 山形依旧 枕寒流 金逢四海 为佳日 顾雷萧萧 卢 狄丘 于是 东吴四周八十三郡 三百一十三县 户口五十二万三千 管理三万二千 兵二十三万 南渔老幼二百三十万 米谷二百八十万户 舟船五千余搜 后宫五千余人 皆归大晋 大事已定 出榜安民 进封府库苍林 次日 陶俊兵不战自愧 狼牙王司马咒 并王荣大兵皆致 见王俊成了大功 心中欣喜 次日 度于易志 大靠三军 开仓阵绩无名 于是无名安堵 唯有贱平派手无厌 聚成不下 闻吴王乃祥 王俊上表报节 朝廷闻吴以平 君臣皆和上寿 敬主植碑流涕替曰 此阳太父之功也 西齐不亲见之耳 妖季将军孙秀退朝 向南面枯曰 西讨逆壮年 以校尾创立基也 近孙浩 距江南而弃之 悠悠苍天 此何人在 却说 王俊班师 千五祖孙浩父 洛阳面君 浩登殿基手 已见禁帝 第四座曰 朕设此座 已代清久矣 浩队曰 臣于南方 亦设此座 已代陛下 抵大孝 甲冲问浩曰 文君在南方 每遭人眼目 包人面皮 此何等行业 浩曰 仁臣是君 及坚定不忠者 则加此行耳 充莫然甚愧 帝封浩为 闺命侯 子孙封中郎 随向宰府 接封列侯 丞相张替镇王 封其子孙 封王郡为 辅伯大将军 其余各家封赏 自此 三国归于 禁帝司马延 为一统之基矣 此所谓天下大事 何久必分 分久必何者也 后来 厚瀚皇帝 刘善王于 晋太世七年 为主曹患王于 泰安元年 吴主孙昊 王于太康四年 解善终 后人由古风一篇 以续其誓曰 高祖提见 入咸阳 炎焰红日 升福桑 光武龙兴 成大统 锦武飞上 天中央 哀在县地 少海雨 鸿鸿西坠 咸池霸 何尽无谋 中贵乱 梁州董卓 居朝堂 王允定计 朱逆党 李雀郭范 星刀枪 四方盗贼 如一句 怒合奸雄 解阴阳 孙奸孙策 齐江左 袁绍元树 星河梁 游烟父子 举巴蜀 刘表军吕 吞 京香 张修张鲁 霸南正 马腾寒碎 首西凉 陶欠张秀 公孙赞 各成雄才 占一方 曹操专权 聚相府 牢笼英俊 勇奔武 威震天子 令诸侯 宗陵批修 震 中途 娄桑玄德 本皇孙 一节观章 愿辅主 东西奔走 恨无家 相挂兵威 作积旅 南阳三谷 秦河深 卧龙一剑 分还宇 先去荆州 後去川 霸业王徒 在天府 五湖 五湖三载 世盛下 白帝托姑 堪痛出 孔宁六出 西山前 愿以之首 将天补 何其力数 到此中 长兴半夜 墨山木 将为独平 气力高 九法中原 空 取老 中会邓外 分兵进 汉室江山 禁蜀曹 匹瑞芳毛 才极缓 司马又将 天下教 受禅台前 云雾起 石头城下 吴波涛 沉流归命 于安乐 王后公爵 从 庚苗 分分事事 无穷尽 天术茫茫 不可逃 顶足三分 已成梦 后人平掉 空 老 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小兔 非常兴奋地在这里宣布 我们的三国演艺有声书 终于完结了 全书共一百二十集 每一集都是我们用心制作的成果 我真心希望你们在这段旅程中有所收获 制作这本有声书的初衷 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轻松更生动地了解三国演艺 这部经典制作 每一次的录制都是我们在深夜孤灯下的努力 但看到你们的支持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这里我想要向每一位订阅者观众朋友表达最深深的谢意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正是有了你们的鼓励 我才能够坚持到这最后一集 制作这部有声书的过程中 我学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我深深感受到了大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 这也是我坚持完成这个项目的动力所在 希望这部三国演艺有声书 能够成为大家在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伴侣 让你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片刻的宁静和愉悦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意见 请随时告诉我我会非常乐意听取 未来我也将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有深度的内容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您一路以来的支持 幽土笑谈 敬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